HELLO 大家好 那我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故事行銷的策略 那今天跟故事行銷的策略的部分的話 有幾個主題 那在進入主題之前呢 可能我先跟大家帶領一下 了解一下目前的市場的現狀 針對我們台灣的一些旅遊的業者 包含我們現在的一些零售 旅遊的服務的部分的狀況 OK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幾個影片的部分 春節連續假期受到疫情影響 觀光景點還有老街 熱度不如以往春節 而即將到來的228連假 業者也不樂觀 往年228連假 訂房可達到七八成 目前只有四成 花蓮大年初一到初四 甚至有一成五到兩成的房間被退房 一天就被退了八百間 接下來還有228連假 訂房率目前也只有四到五成 和往年相比衰退了兩到三成 至於屏東春節訂房率達到七成 但是228連假的訂單 進來的也比往年還要慢 目前訂房只有三到四成 面對三月開始迎接國旅淡季 外傳年前觀光局已經向交通部 提出新的補助方案 我們在媒體報導所謂的第二季的 新的國旅補助 目前觀光局都還在屬於研議的階段 那未來如果有確定定案之後 會再正式地在做對外的說明 觀光局否認第二季補助就要上路 強調一切都還在研討當中 而一度傳出補助方式是類似去年底 推出的登記平日團有補助 不過觀光局說這回不想大撒幣 而是聚焦在轉型創新 不朝這種大撒幣的一個方式 當然還是希望說業者在整個 未來新的轉型的作為 還有這個比較能夠有朝一些 創意的遊城這一邊再來做一些推廣 只是也有熱門的度假區 五星飯店表現不錯 雲覽觀光集團表示二八連假 雲鳥訂房比較多 目前礁溪照品酒店已經有八成的訂房率 還有礁溪的韓木酒店也有八成訂房 而接下來的三月國旅淡季 旅遊業者恐怕不能只期待補助 如何轉型跟生存才是長久之際 東三新聞生活中心在台北報導 酒飯老街知名的御元店 過去是人多道擠在階梯上 如今是一片空蕩蕩 茶樓附近也幾乎沒開 竟然還出現一天高達六屬間店關門沒有營業 過去九份老街平日還是有很多觀光遊客 不過現在隨著人潮大減 不少的店家直接拉下鐵門不做生意了 甚至直接貼出出租看板 過去有麵店還有豆花店里外都有人潮 現在連機車都可以輕易通過 九份老街灘箱爆發出走 潮受到最直接影響的就是這一整排停車場業者 特別是平日人潮非常少 所以停車場裡面也出現了非常多的空位 遊客人數直直下滑 停車場沒有停滿車 到底衝擊九份的原因是什麼 民眾這麼說 去過啊就是一條街這樣子 也沒什麼特別的吃東西 然後逛一下就走了 還是會過去啦 現在人潮沒那麼多的話 也比較不會塞車啦 還是會去那邊走走去玩一下這樣子 九份啊 九份有什麼 最好沒有什麼特別的印象 嗯哼哼哼 就是 對玉圓 我去了兩次兩次到夏日 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應該不會去了 他們家的藝人還蠻蠻聰明的 所以如果沒有去過會想要去看看 有將近四成店家不堪房租 跟人事成本想要頂讓 陸續有店面招租 也有人表示 先前桃園醫院群聚事件 有推進者走過的足跡 大大重創生意 歷史悠久的九份老街 恐怕面臨最慘淡衝擊 等新聞旅國寶將近坑 孫中榮消化名羅頂捷在新北市報導 您好幫您消毒一下 過完年了疫情也降溫 就在防疫旅館業者紛紛喊出沒飯吃 開始消價競爭 甚至爆出退廠潮之際 北市竟又增加五家防疫旅館 國人大概習俗就是掃墓過年 掃墓可以在過年那段時間可以做 所以就變成在掃墓的 清明節就會減少 當時大概清明年假都可以到八九成 那現在目前大概可能就是剩一成不到 業者分析邊境持續封鎖 就算不轉形成防疫旅館一樣沒飯吃 還不如先布局撐到國門大開 因此四後期 北市包含四連商旅 柯達大飯店 林森店 大興大飯店 台灣七天精品旅店 甚至才開幕一年多的大直 英迪格四新酒店也來分一杯羹 防疫旅館總數達到一百零六家 近七千間房間 我希望在防疫旅館這個部分 就是補助八百塊那個可以增加到一千塊 對一般旅館來講 是不是在薪資補助方面可以再延續 防疫旅館住房率約是成 儘管很多業者擔憂 轉形成防疫旅館 後續轉回一般住宿 可能影響旅客入住率 仍舊硬著頭皮獨一把 畢竟防疫旅館需求和退場 得看開放國門的步調以及節奏 民視新聞林二汝 黃彥晨 台北報導 市林商圈人潮過去非常的多 又有百億商圈的美稱 但近年來受到不肖攤商的烘台價格 還有疫情的影響 人潮大幅減少 很多攤商都面臨了生存的考驗 甚至有的貼出了代售的招牌 未來這個商圈如何翻船 也考驗著業者跟協會的智慧 烘台價格破壞形象 像是破千的水果 一支破百的糖葫蘆 不肖業者重創商圈 讓士林夜市被貼上坑人的標籤 加上疫情來襲 觀光客幾乎是零 生意少了七八成 店家很難撐 我們本來就已經在等著這個 台北藝術中心的一個落成 那因為之前的一個延宕 那事實上對士林夜市也有一些傷害在 對 那又加上疫情 體力確實真的很嚴重 第一線攤商最有感 過去是百億金積木 現在掛獸帶租招牌滿街跑 過去士林夜市輝煌時期 單日旅客量乘達十萬人 現在平日約莫千人上下 假日也僅有萬人出頭 從租金可以看出 北區士林夜市2014年 平均單坪近萬元 現在三到四千 中部一中商圈 也從單坪八千多降到四千多左右 南部六合夜市店租金腰斬 至少砍一半 單坪約兩到三千 就算房東進出降租手段 仍難晚低迷生意 商圈協會集思廣益開放出單 希望能挽救商圈情況 幾乎每個攤商跟店家 我們都會有多餘標示 何謂多餘標示 就是有很多語言 然後還有現在也是 配合一些網路活動 我們有配合行銷 然後近期也找了一些知名網紅 然後還有一些 就是我們現在也在努力 籌辦一些知名的打卡地點 要吃一碗蚵仔煎 吃一個蜜豆冰 要什麼呢 要爬牌啊 牌20分 現在是什麼呢 老闆拜託人說 你來這裡吃我又打錢 我差多少 長期文化的累積 他們商品重疊過多 這個都是時代的背景 等不及別人來幫商圈先行自救 除了和房東協商降諸之外 另外祭出多項措施 像是鼓勵消費 外帶抽獎 強化智能設施 友善空間 舉辦活動吸引觀光客來 未來台北藝術中心落成 盼望結合優勢 推出一日套裝行程 參訪兼消費 折扣來搶客 我們現在40S主要就是 的客員就是小資族 因為國外觀光客 現在沒辦法來 我們主要就是小資族 學生跟年輕族群 所以我們就盡量辦了一些 比較吸引年輕人的活動 來增加我們40S的消費力 從去年疫情到這段時間 我們已經重新改變了 幾乎每個店家 每個攤商 我們都有加強宣導 明天高季 杜曉月 芒果冰創始店 也受到這一波影響 選擇另闢戰場 出租 出售 牌子貼滿滿 永康商圈疫情來襲 至少掉八成業績 理事長跟攤商表示 藉此機會大破大力 改善商圈體質再出發 有建於過去商圈 已有衰退趨勢 主因在於重複性店面高 政界社區特色 理事長表示 雖然疫情影響生意 商圈店面變化大 但藉此做出改變 調整商家型態 強化商圈意向 商圈 我覺得通知性的東西 不要太多 那一個商圈 當然也不是說 全部都只是觀光客 我想本地的客人 他消費權還是非常大 尤其是永康商圈 因為位於捷運東門站 其實各地來的客人 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這個商圈 我們可以發展成 各式各樣特色的店 都聚集的話 那我相信 對這整個商圈的發展 是會有好處 像是這類的低醣特色甜點 衝擊比較小 頗秀年輕人歡迎 專家建議永康商圈 趁機做出調整 包含重新強化商圈意向 結合周邊店家 跟觀光潛力 搭配折價跟包套住宿銷售 若能撐到疫情趨緩 觀光客重來之際 預計會有一波 說猛爆式成長 成功的留住人潮 隨手拍拍 美照到手 桃園中立樓剛商圈 又被稱為魅力金三角 桃園市府推出商圈亮點計畫 補助十幾個商圈轉型 金三角商圈三項特色 智慧之步 勇善空間 太免意向 除了讓商街 能拍照留念之外 吃的帶的也很有味道 可以看到老闆娘的巧手 美味就上桌了 然而商圈餐廳 要留住客人 除了好吃的美食之外 行銷包裝也很重要 透過跟市府的合作案 現在除了整體的裝潢改變之外 另外老闆娘 也把他過去拿手的家鄉菜 改變成禮盒的方式來販售 可以看到像是過去 他就有在賣的 像是雲南牛干巴拉 還有像香腸 臘肉這些 之前都沒有特殊的包裝 但現在有合作案的進行 他把它變成禮盒的方式 讓民眾不只有的吃 還可以帶化妻回家 特色米乾店 在第四十幾年首次推出禮盒 過去沒有包裝 透過政府計畫轉型 現在包起來好袋又吸金 店內裝潢得到補助款 改成竹子跟古物的 泰棉農村風格 今年很明顯的提升的蠻多的 就是我這個伴手禮部分 像南部啊北部啊 我都他們來看到的 覺得他還蠻喜歡的 我都載配還蠻多的 轉星期基地市市府商圈計畫 爭取經濟部補助一千五百萬 每年提供商圈活動補助 每案五十萬元 輔導超過六百六十間商圈店家 導入外送 執行二十七間店家改造 平均提升了營業額兩到三成 打造出以智慧支付 友善空間 統一意向 三大改善主軸為主的店家 當初其實大家都沒有把這些故事的價值顯現出來 也看不到說 這個我們的 其實我們的餐飲跟我們的故事 其實是可以做一個很好的連結 那這幾年我們慢慢看到了這些價值之後 就慢慢的整理 把老闆的故事跟美食做結合 透過我們的這個制度能夠協助他們 找到一個專業的經理人 能夠更了解商圈 他是專職來為商圈的特色跟行銷做推廣 正新商圈從店家到街闊再到商圈 店線面出發 從體質改造 從環境改變 用全新樣態的多元商圈 找回疫情後的消費榮光 T月新聞 周東龍 葉俊弘 陳建民 藍芸明 台北採訪報導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剛剛不只是帶到我們得外的觀光 旅遊產業的部分的一個危機 那我們也看到各個商圈 現在雖然受到疫情的影響 他們也試著去進行轉型 那轉型的過程中 其實某種程度上來講 我們不只是硬體的提升 我們還要試著針對行銷 跟包裝的部分去做一個調整 那這也就是我們今天接下來 會去跟大家分享的一個地方 好那我們接著 來看一下 OK 所謂的危機就是轉機 那這個時間點遇到的問題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試著要去調整的心態 就是在於是說 我們今天業者 基本上我們的開業 基本上絕對不是只有經營在一天 我們絕對是希望經營的是長期 所以我們怎麼在這個後疫情的時代 怎麼去調整我們的步伐 然後適時的跟上市場去進行調整 好 那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現在從疫情前到疫情的這一段期間 我們現在看到的一個觀光客 到底來台灣的一個狀況 好雖然我們的疫情已經從前年的部分受到影響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表 我們調查了2019 2020到2021 這三個年份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得到 疫情的影響的狀況 我們從去年的影響 2020的2月份開始疫情爆發完之後 整個的從2月份開始到3月份 整個的旅客的下滑程度非常的之巨大 所以可能明顯看得到 我們在2019的狀況當中 旅客還有逐年每個月都有正常來講的話 都有將近800萬的以上的旅客 可是我們自從2020的2月份開始之後呢 整個旅客的下滑程度非常之嚴重 所以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讓大家了解到底現在市場的狀況到底是如何 好那我們也來分享另外一個數據 跟大家分享 讓大家知道一下狀況 我們可以清楚從圖表上面來看一下 2020跟2019的3月份的一個入住率 台北陶竹苗台中高雄花蓮跟風景區 我們總共分了幾個區塊 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得到 從3月份6月份9月份跟12月份的做對比 其實這是逐月去做慢慢的 受到疫情的影響慢慢的舒緩 所以因此這個區域的一個入住率慢慢的做提升 好那反觀回來看 我們到底現在受到影響的狀況之中呢 消費者的習慣到底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現在消費者的 待在家裡的時間其實慢慢的變長了 這個長我們可以從圖表這邊來看得清楚 在上班日我們平均增加的時間是3.9個小時 我們如果是在假日 增加在家裡的時間原則上是4.4個小時 所以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得到 基本上受到疫情的影響 我們的旅客的 在家裡的停留時間其實往往來說其實變得非常之長 所以我們怎麼去善用這一個部分的時間 這變得是非常的重要 好那到底這個時間點呢 旅客我們的消費者現在到底在做一些 哪一些服務或者是哪一些營重 哪一些產業受到影響 我們可以清楚看得到 我們常看到的第一包含國外旅遊 國內旅遊吃美食受到疫情的影響 全部受到的 OK反而是在於我們現在的宅經濟的地方 反而是非常的蓬勃發展 包含我們所謂的電動玩具打電動 可能是在家裡看影集 可能是在上網看電視 這些都是受到我們後疫情的時代所提升的部分 那OK站在業者的角度 既然我們已經了解我們的消費者 現在主要的部分的服務都在做哪些 我們針對消費者的習性跟習慣 我們全部去迎合他們 來讓我們的業者跟我們的店家 來增加我們的業績跟我們的狀況 那我簡單分享 好OK 現在受到疫情的影響 那我們行銷的管道到底有哪一些 我們未來在針對這個部分上面去做進行的服務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個所謂的完整的消費者的一個行為模式 我們總共分了幾個區塊 第一個媒體平台 第二個銷售平台 第三個會員系統 那這三個的區分在哪裡呢 我們舉個例子 我們現在比較大家耳熟能詳的像FB 推特 這個就是所謂的社群平台 OK 那銷售平台 就是我們平常在 操作電子商務的部分做購買 訂單的這個部分 可能像PC Home 蝦皮等等 OK 那包含的部分我們所謂會員系統 就是所謂的會員系統的部分 有包含官網這個部分 那這三個的平台的區別到底在哪裡呢 其實我們回到現實面來探討 其實一個完整的消費的行為模式 我們總共分四個區塊 第一個區塊叫做知道 第二個區塊叫喜愛 第三個叫購買 第三個 第四個叫做忠誠 那為什麼分這四個區塊呢 站在業者的角度而言 我們當然希望每一個消費者到店 或者是上網的時候 能馬上進行購買 可是我們都很清楚知道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我們要怎麼去善用我們現在的社群的平台 或者是我們的操作 怎麼去讓消費者在第一時間先知道我們 進而喜好我們 才有辦法進入到購買我們 好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幾個重點 會著重是在社群的部分 那我們怎麼去切入社群 怎麼去善用社群的資源 然後來服務我們的消費者 進而提前告知他們說怎麼去接觸 好 那今天這一個部分的分享 我會帶一個平台的部分 跟大家就進行這個部分的應用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個叫做Trip的這個平台 它是屬於全國性的一個平台 那今天有在各個世界的國家 都有去做涉獵 都有會員 那它的會員 在全國總共有4億的用戶 那我們怎麼去善用這個平台 來做到我們提前的宣傳 OK 那剛剛提到的 我們這個全球的平台的部分 它可能可以針對台灣市場 香港市場 跟包含泰國歐美 跟英國俄羅斯等等 OK 所以可以把我們業者的商品 或我們的服務 透過這一個平台的服務 去進行讓各個世界各地的消費者知道 好 所以基本上這樣子的一個服務 我們可能去達到我們要的目標跟需求 可以透過這些服務 來達到跟業者這邊的對接